我們就來看一下台積電未來的股價 我們過去大家都說600是一個關卡 那可是其實這個價格上去之後 大家也覺得 為什麼它有一點點走大牛股的感覺 不太動了 大家好像覺得有點瓶頸 剛好聯書來了 它改成META了 AMD又給它新訂單了 所以這是一個新開始 那其實上次我記得兩個禮拜之前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看好這個比特幣漲 我記得那時候來節目比特幣 快要6萬塊 現在比特幣最高昨天是6萬8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今天股價是603 604 到底還可不可以買 所以私會就把它算出來 通常我會以過去3到5年的本益比 你來看這個圖來看 就知道說在2018年的時候 台積電的股價227 那時候它獲利13塊 本益比是16.8 可是從2019 2020到2021來看的話 它的本益比大概維持在25塊 25 應該不是25塊 本益比在25上下 由此可知 如果說台積電 我們把它以本益比25來看 其他的第一本益比是23到25 所以它23 像今年它股票好了 以台積電今年已經七次 從560到620 560到來來回回 這個就是它的 就是看到這個本益比區間 就是23到25之間 那如果它到620 它的本益比今年是26 那本益比是看獲利 那它今年的獲利是24塊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季 上一次我記得來節目 兩個禮拜之前 我說台積電的季限是600 然後台股的季限是17100 我還記得很清楚兩個禮拜以前 那今天呢全部都突破了 就台股已經站穩了季限 那台積電也站穩季限 所以這個季限600 就是24x25剛好就是600 所以呢本益比600 是剛剛好叫做它的合理價位 然後我們來看它2022 預估它的獲利 因為台積電最近做了漲價 就是它漲10到20%的晶圓代工 那如果它漲價的話 明年的預估它的獲利是26到30 再乘以25 就是我上面寫的650到750 那所以呢今天 如果台積電可能跌到600 今天如果沒有黑天鵝 黑天鵝這些事件發生 大家也許可以想一下 來做破斷台積電 是 對 就是你只要看它600 或是580就買它 它常常到580 突然一天跌十幾塊 可能美股不好 像昨天美股不好 那個比如說好了 要不要買台積電 就看AMD跟NVIDIA 因為昨天NVIDIA跌了5% AMD跌了4% 相對就有聯動 今天就聯動到它 它今天就跌了大概八九塊 那你看喔 如果今天AMD跟NVIDIA 因為元宇宙發售一直漲的話 台積電就跟著漲 那650其實是看得到了 所以這個是給投資朋友參考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價位這樣子 價位的區間其實大家可以參考了 那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不管做什麼樣的投資都有風險 所以其實你要切入的時間點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要回到學長 因為不管做什麼的投資 就像虛擬的世界一樣 大家覺得看得見摸不著 所以特別的擔心 有沒有一些事情是要提醒大家 尤其是投資小白 假設我們今天聽了這個節目 看了這個節目的內容 覺得說虛擬貨幣的確有獲利的價值 但是我要切近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樣的事項 首先就是你一定要注意 選擇一個合格的平台 那麻煩幫我看這一張 對 那你如果要選擇平台的話 我們這邊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從台灣金管會有納管的八價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全國 全球前幾大的交易所 那我們先一一來講 台灣這邊金管會它納管八價 不是說它保證你不會虧錢 或是保證你錢方面裡面是沒有問題 它是說它有納入防洗錢的規範 也就是說裡面至少 它不會有一些張錢在裡面流動這樣 那可是金管會它有強調 就是它不保證說 你在裡面的錢是安全的 它也不保證說你在裡面 如果買了虛擬貨幣 那個錢會不會被倒走 金管會是沒有管到這個的 OK 那可是這幾家 他們自己有在自主做一些東西 譬如說你放在裡面的錢 他們有跟銀行做信託 所以呢 其實假設這個平台倒了 銀行也是會把錢賠給投資人 好 那再來第二個是 你如果把這個錢 放在這個平台裡面的新台幣 拿去買虛擬貨幣的話 這些虛擬貨幣 所謂的虛擬貨幣的資產 它也有做第三方的保險 這些平台自己去做的 所以平台如果倒閉的話 第三方的保險呢 通常也會賠給你 那這是台灣的比較放心的部分 所以一般的投資人 可以從台灣的平台去下手 然後你就可以買入 因為它其實主流的虛擬貨幣 你都買得到 譬如說比特 以太這些 大的虛擬貨幣 你都是買得到的 其實這樣就夠了 那假設你要選國外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 這張圖是來自於一個網站 叫做Coin Market Cap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這邊列的是全球前幾大 前五大的交易所 你可以看到第一大是幣亞能 第二大是Coinbase Coinbase就是在美國現在有上市 然後再來是Coin FTX跟火幣交易所 那這幾個平台都是你不用擔心的 就算有中國政府打壓 其實都沒有關係 其實還是都可以使用的 對 那如果你真的要用國外的交易所 其實大概前十大前二十大 都可以使用 然後要買幣的話呢 就是挑主流幣去買 譬如說比特幣跟以太幣 這樣就好了 那其他虛擬貨幣 你沒有研究的話就先不要投入 對 所以你剛剛講這個主流幣 如果我們有一些方法 想要真的進去的話 定期定額會不會是一個 不錯的方法 學長 是的 是的 來 請看這一張 好 我這邊有兩招 第一招是穩定幣的定存 那我們就先講定期定額好了 那定期定額主流幣呢 主流幣是什麼 主流幣就是比特幣跟以太幣 對 那來看這一張 我們直接看 比特幣的投資 這張我直接有列出很多的數據 我們稍微來帶一下 那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比特幣其實起幅很高 剛剛世衛也有提到說 它雖然價格長期趨勢往上 可是其實它中間的波段是蠻大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我有點出兩個比較大的跌幅 一個在2017年到2018年的 10月多左右的話 它是跌了大概81%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從今年的5月 519 它們叫519慘案啦 虛擬貨幣是這樣講 虛擬貨幣界是這樣講 然後它跌了46% 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才可以避免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就是很簡單的定期定額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抓的是5年喔 這5年裡面你從2016年約末10月1號開始投資 我是抓每兩週 你就是每兩週投入50元美金 那換算台幣匯率28元的話 大概是1400元台幣 那你就這樣一直投一直投 一路投到現在 譬如說它上面是大概約末在2021年的11月左右 一路投到現在 你會看到那個粉紅色的線 下面那一條那就是你的平均成本 其實你的平均成本一直都在很低 甚至低於它的歷史低點 那它跌下來其實我們應該更開心 因為隨著它長期趨勢往上 它跌下來我們去買的話 等於說你把平均的成本攤在很低的地方 那這樣的話長期以來你就可以獲利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 這邊是你實際的投入 你實際投入18萬6千元台幣 我們這邊不計通膨不計下單手續費 那最後到2021年約末在11月左右 你會得到290萬元新台幣的總資產 那你的投資報酬率會在 你會賺到1458% 也就是說14.5倍 你看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我們這種什麼趨勢也不用去判斷 我們就是一直定期定額的投入就可以了 好這個定期定額投入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時間很長 所以其實相對有波動大的時候 你長期來攤提 那漲幅比這個跌幅多 你就有賺投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投資報酬率是 1458% 這很誇張